一、越南。其实,论血缘关系,越南人与中华民族的血缘关系最为接近。尤其是在秦始皇分六世之余列。正常侧而愉嫩时,越南的大部分国土,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。越族已成为中华民族最早的成员之一。 1802年,当时越南的军阀阮福映,建立了阮朝。他上书中国的清朝嘉庆皇帝,要求册封他为南越国王。他的这一请求看似谦卑,实际上有亏似我国领土,企图把广西等地纳入他的版图的野心。 好在当时,中国的嘉庆皇帝明察秋毫。明确指出,南越之名,所包甚广。靠之前史,今广东、广西地亦在其内。阮福映及有安南,亦不过交止故地。 何德据称南越,该国先有越长旧地,后有安南悬壤,天朝包四国号,著用越南二字。 以越字冠旗上,仍行先是江域,以南字列余下,表习心次翻封,且在百越之南。 诸于实现书内,将阿南改为越南。 自此,中国正式册封阮福映,为越南国王。 中国相关正史青史稿等亦有类似之记载,这就是越南国名的由来。 二,朝鲜。朝鲜与中国历史渊源悠久。 1392年,朝鲜大将李承贵,在侵华的官吏和百姓的拥护下,推翻了高丽政权。 在国号的命名上,他选拥了两个,一个是古明朝鲜,还有一个是他父亲当官的地方和明作为备选。 当时,他选派大臣。 到中国,请宁太祖朱元璋确定。 朱元璋认为朝鲜是古明,还有朝日先宁的意思。 于是,就选定了朝鲜作为李贵王朝的国号,史上称其为李氏朝鲜。 三,日本。 唐高宗时期,当时,还被称为倭国的日本派遣史节到中国来,请求当时当政的武则天,准许其改名为日本。 最初,武则天不准。 后来,有一天武则天喝醉了。 适逢日本使者又来哀求。 武则天不耐烦。 就点头答应了。 日本使节高兴的连呼万岁。 张守杰在其所撰写的《史记正义》中记载。 五后约日本。 日本国明碎定。 日本在历经大化革新后。 深受中国教会。 一直使用日本国明。 至今乃是。 四,不丹。 元朝时期。 不丹被明确为元朝的藩属国。 明朝初期。 帕竹万户侯为了取得明朝皇帝的信任。 帕竹王逐渐成为了统领其他藩王的藩王。 帕竹人信仰的嘎举教派,也就成了强势教派。 由于这一教派拥有四角神龙。 且主张新华。 因而。 造成不丹人,非常喜欢中国的龙。 不丹人称自己的国家为龙国。 后来。 逐八派领袖,奉行四角神龙为雷神。 以不丹民族为宁。 请求中国予以不丹王国策封。 得到许可。 这就是不丹国民的由来。